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建校五十年的前夕 我们感谢政委员的帮忙 李议员的支持 我们能够筹募到一千一百二十六万元的经费 我们从今天动土之后 经过两百八十天的智力天 可以为我们披头国中建立一所崭新的举重馆 我们知道举重的运动在披头国中推行有年 也有很好的效果 我们希望能够成为地方上 成为我们大家共同重视推动的运动 今天也是可以讲说 我们披头国中一个非常大的盛事 在我们陈校长努力督促之下 我们的喜会长 还有我们的杜一产 我们的农会总干事 还有我们的村长 还有我们家长会长所有的成员努力之下 那在我们的杨教练 鞭策指导之下 那我们的集中馆今天终于可以来动工 首先我要感谢我们张花县的大家长 左县长带领的我们县府团队 对这个案子非常的关心 非常的协助 包括我们这个拆照的取得 建造的取得经费的补助等等 我们县政府都可以本校最大的协助 左县长表示在建校50周年前夕 参加举重馆开工动土典礼 感谢郑鲁芬委员以及学校地方各界 共同努力争取 未来举重馆完工启用后 选手可获得更完善的训练环境 提升训练成效 更能举行大型举重比赛 相互切磋 并延续张花县举重运动的传承 培养更多举重人才 为现真光 为果真光 工艺频道张花云 皮头采访报导